大家好,我是Mony 的廣東話翻譯 之前Mony 結束了她的 第一季 她說現在是時候 了解一下 PHP 的基本 PHP 變成其中一種工具 向你隆重推介她的新系列 基本基本 PHP 記得 Like 訂閱和留言 今次會分成三部分 講 PHP Introduction Comment Echo Statement Variable Case Sensitive Name 和 Non-Case Sensitive Name 在我們深入了解這些概念前 我們要看我們的機器能否走到 PHP 我們是用 Sublime Text 編輯器 現在我們來檢查一下 我們去 Tools 中 然後找 Build System 如果你看到有 PHP 那就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話 也有辦法 我們要製作一個 File 套 令到我們可以在 Editor 內行 PHP 的 Script 怎樣製作呢 一樣,我們找 Tools 然後按 Build System 再選 New Build System 然後開了 File 出來 我們丟掉了 1 2 3 行 然後貼上這一堆 在第二行的 CMD 帽號後面 就是 PHP Executable 那個 File 的路徑 確定你的路徑正確 之後,我們把這個 File 另傳新檔 Save As 名字叫 PHP.sublime-build 因為我已經 Save 了 所以他就問我是否要覆蓋它 所以我就選 YES 這樣你的 Sublime Text 就可以運動到 PHP YA!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好了,可以 首先,比較簡介大家 PHP 是在伺服器那邊的語言 它是在伺服器上執行 它在伺服器上搞了一輪得出來的 output 結果 就會傳到你機上的 Browser HTML 的形式 讓你的 Browser 執行的結果 你要告訴伺服器 你的 PHP 是何時開始和完結 就是以第一行表示開始 第五行表示完結 而每一句的 PHP 通常都會以 semicolon來完結 而那個 File 當然要 Save 做 .php 的 extension 而這個 File 同時都可以裝有 Text、文字、HTML、CSS、Java Script 當然包上 PHP Code 現在就讓我們實作來試驗一下 我們就輸入 Echo 然後 PHP Code Goes Here 記得 Save 了 搞定就試驗一下 Run 它 那如何執行呢? 我們現在就在 Tools 上 然後查查 在 Build System 上 你要確定自己是拿了 PHP 確定之後 按 Build 或 Ctrl B 下面馬上彈出新的視窗 寫著 PHP Code Close Here 這個就是 Output 第一個 Output 接著我們說一下 Comments PHP 的 Comments 你可以當作是評語 它們是不會被執行的 即是說 如果你在想執行的 Code 中 夾一兩句評語 而 PHP 的 Interpreter 都懂得避開你的評語 不會當它是 Code 這樣執行 所以我們也衍生了 Commenting Out 這種 Technique 即是將你原本想執行的 Code 假扮評語 那 Interpreter 就不會理它 像這樣 你在除錯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哪個才是聚灰禍首 Comment 都有分是單行 還是多行 那些符號也不一樣 多行的就是斜一顆星開始 和一顆星斜的作結 現在等我們又來做實驗吧 我們把上面那句抄兩句下來 哎呀, 先改一下後面的字 改好之後就 Save 它 Save 完之後 我們又試試去執行 Tools Build 看看, 結果就會變成 PHP Code Close Here 和 PHP Code Is Cool 第三行 Comment Out 的確是沒有執行 現在的 Output 黏在一坨 我們再加一個轉行 一個 Escape Sequence Back Slash 和 End 然後 Ctrl B 它現在在 Output 那裡 就轉了行 平時你在 Word 想轉行就按 Enter 在 Code 的 Output Echo 這裡 你就一定要用 Escape Sequence 這樣就行了 這也是我們的 Part 1 下一集我們會說 Echo Statement 看到這裡記得 Like 還未訂閱的朋友記得 Subscribe 留一個 Comment 給我作為支持 笑臉也好 最好分享我們的影片給你的同好 幫我們找到 Buddy Buddy 那 Part 2 再見 拜拜